再来看到是屏东万丹最近出现这么一名水箱怪客 他骑着机车还会随机犯案 是拿出了铁条朝停在路旁的车辆水箱猛搓 让里头的水给流光了 而驾驶人往往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是一边开一边引擎过热 还差一点引发火烧车 民众现在公布了这一段路口的监视器画面 就希望大家看清楚看仔细一点 赶快人肉搜索带到他 屏东万丹的成功路上 这只监视器派到了这位水箱怪客 原本要往前骑 但这时他注意到路旁的一辆箱行车 于是反方向骑 并到车辆的后面拿出铁条朝水箱不断的破坏 民众说嫌犯破坏完水箱还可以把盖子打开 随后立刻骑机车逃逸无踪 但车主后来开车却没有注意到水箱被破坏 水漏光还差点引擎过热烧起来 被害人指出平时没有跟人结怨 不知道这位破坏水箱怪客作案的动机 有一路口监视器当时没有拍到这位歹徒的容貌 因此公布这段影像 希望民众能一起抓到他 更希望警方调阅其他路口的监视器 不要让这位怪客再去破坏其他驾驶人的水箱 造成火烧车的危机 接着张川华评论贸道 感谢 moim优优独播剧行ら